随着科技的进步 人类对于太空的恐惧则更加具体 当你处在地球上 能伤害到你的太空造物 除了处于都市传说的外星人之外 更多的则要算一种纯动能碰撞 即天外陨石或是小行星 对于地球的撞击 这样的担忧不是毫无道理的 毕竟在导致恐龙灭绝的众多原因中 其中一种说法就是因为小行星碰撞 而导致的恐龙灭绝 那么面对这些来自宇宙的不速之客 人类究竟能否拦截并且防御 从而保证自身的延续 今天火力军就带大家来一起论证一下这个问题 可能有些观众在看见今天这期视频的题材时 就会很疑惑 火力军不是研究军事方面的吗 怎么就开始研究天文了 实际上对于拦截小行星这个问题 除了天文方面的知识 其更多涉及到的还是军事方面的技术 简单来说 如果人类可以在某个特定的阶段拦截小行星 就可以完全将其复制 用于拦截同等质量 同等大小的人造太空系 虽然现在的人类科技对于外层空间战争来说 还为时尚早 但是对于太空的研究和争夺 早已经是各国提前布局的斗售场 除了美国是将太空作为一个独立军种之外 俄罗斯 法国 西班牙等国 也将太空军和空军合并 作为一个折中选项 近日就连日本也宣布 将在2027年之前 将航空自卫队更名为宇宙航空自卫队 不难发现 在这一点上 各国的共识几乎相同 那就是在未来环境中 太空将会是人类的下一块战场 所以乍一看 拦截小行星是个天文问题 但是它却是个实打实的军事问题 虽然拦截小行星是个军事问题 但是到目前为止 各位在新闻中所能听见的 更多是使用激光武器 或者导弹等方式 拦截或干扰人造卫星 而前有国家宣称 自己拥有拦截砸向地球的小行星的能力 这并不是因为 最近没有小行星接近 而导致各国无所失事 正相反 小行星接近地球的次数 正在变得越来越多 比如说2013年 俄罗斯车里亚宾斯克 就发生了小行星撞击事件 当时的骇人场景 被不少人记录下来 而在最近10年 小行星距离地表距离 比地月距离更近的事情 也层出不穷 可以说 在当今地球上 哪天真的被陨石 或者小行星砸死 也不是什么新闻 但是 明明有如此多 骇人听闻的危险事件 却也不见得几个国家 想办法拦截这些小行星 让它们离地球远点 防止人类和恐龙一样 被直接灭绝 这是为什么呢 这主要是因为 想要拦截小行星 具有非常多的困难因素 首先大家都知道 你想打中一个目标 就必须先看到它 很遗憾的就是 人类即使有拦截小行星的技术 也无法观测到 还是拿13年 车里亚宾斯克陨石举例 在这次事件中 撞击物是在毫无预警的状态下 直接进入大气层的 这并不是人类没有对它观测和预警 而是它的辐射点靠近于太阳 整颗小行星被太阳遮得严严实实的 效果就类似于早期红外格斗弹 分不清太阳和飞机尾喷口一样 由于人类目前观测太空天体 多使用光学设备 比如众多的地面望远镜和太空望远镜 所以要从太阳的图像中 分离出一颗小行星的图像 并对其轨迹做出预测 是相当困难的 这也就是为什么 车里亚宾斯克的陨石 像是突然跃迁进大气层 而世界各国毫无预警的原因 毕竟你看不见 也就打不着 那如果类似于 车里亚宾斯克大小的小行星 没有被太阳掩盖 让人类可以全程发现 跟踪预测并预警的话 就能对其成功拦截了吗 实际也不然 和打人造卫星 与打飞机不同 是一项相当具有挑战性的技术 小行星之所以具有 那么大的杀伤力 是因为其拥有 相当大的速度 蕴含着相当大的动能 飞机或者人造卫星 相比起小行星 简直就是地上爬的蜗牛 车里亚宾斯克陨石 进入大气层的速度 约为7万公里每小时 即57马赫 人类现在拥有 外层空间战绩最多的导弹 RM66标准 最大速度也仅为3.5马赫 如果真的想要拦截小行星 那标准必须连续密集发射 以数量优势 去读那仅有 0.00几秒的拦截窗口 难度大约等同于 你手里抓了一把石子 然后要用它 打下从你头顶凌空飞过的FR 另外各位不要忘了 不管是导弹 卫星还是飞机 这些都是人造物 某种意义上来说 它们都是空心的 而小行星就算不是石心的 它的主要结构 也基本上是岩石 对于为了打空心目标 所设计的破片战斗部 或者连续杆战斗部来说 这些东西 砸在岩石目标上的效果 和脑痒痒没什么区别 即使能打中 也不一定能把小行星 炸得四分五裂 别忘了 这个假想敌 还只是直径约18米 重约9100吨的目标 如果遇上更大的家伙 恐怕人类真的要束手无策 那大气层内无法拦截 大气层外行不行呢 其实这个问题 只需要一句话来解决 那就是 小的不用拦 大的拦不了 对于比较乐观的情况来说 使用可重复使用航天器 携带热核武器 在外层空间 直接爆破小行星 并没有什么技术问题 对于一个 雷达反射面积 如此之大的家伙 即使导引头是瞎子 也能直接一头撞上去 并且 以现在人类的 科技术而言 现有的地球核武器库存 完全可以支撑 成百上千次 这样的拦截任务 但是问题 还是那个问题 如果遇到非常大的 又或者是 材质特别坚硬的小行星 人类目前的核武器 无法将其完全爆破 那么各位可能 就真的只能 先吃点好的 然后再迎接 人类的末日了 可能刚刚的论述 有些耸人听闻 但是也请各位观众 不要放弃生的希望 因为对于 现代人类科技来说 想要拦截小行星 真的就是 只差个钱的问题 而怎样拦截小行星 从体系上来说 就和现在 人类建立的 弹道导弹 防御体系差不多 对于观测和预警上来说 虽然雷达用不上 但是好歹使用光学观察的设备 可以密集部署 形成早期预警网络 比如美国国会要求 NASA到2020年 要发现90%以上的 直径大于140米的近地小行星 在这个计划的推动下 NASA部署了 广域寻天望远镜 NUVIS 并且下一代 NEOCAM空间小行星 观测望远镜任务 在当下也在逐步推进 除此之外 一些人造飞行器的 小行星探测任务 比如NASA的 NIR舒梅克号 黎明号 Otherus Rix探测器 日本损鸟号 损鸟2号 ESA的罗塞塔号等 也是早期预警网络的先行者 这种笨办法就是 使用太空望远镜为支点 人造卫星为补充 形成一张拦截网 从而提供对于 小行星的早期预警 以及威胁度分别 和实时跟踪 当然 这个早期预警网 必须足够大 并且人类的拦截手段 也必须达到 预警扑到哪里 拦截就打到哪里 因为小行星的速度飞快 如果我们能在 太阳系的天王星附近 发现一枚冲着地球 飞来的小行星 由于传输延迟 那么等到地球上 发现这颗小行星 很可能 这颗小行星 已经飞过了土星轨道 到达地球 也仅需二三十年的光景 这对于人类来说 并不是挣扎的时间 而是可以直接宣布 等死的丧钟 远端的拦截能力 势在必行 这就必须要建设 外太空行星上的拦截基底 人类的航天器 也必须要在 火星以外的轨道 进行战斗巡逻 才能对小行星 做到及时发现 及时摧毁 在这个阶段 SpaceX的可回收火箭技术 尤其是重型 可回收火箭 和可回收航天器 是整个防御体系 框架的重中之重 根据历史的经验来说 要想让土星5 这种重达3000吨的火箭 将其设计的 118吨有效载荷 安全转移到近地轨道 那整个NASA 上下至少要准备 一年的时间 并且这个大家伙 还是一次性的消耗品 而可回收火箭技术 允许人类在一个 长时间的发射窗口内 通过密集发射任务 一次性向地球同步轨道 运送足够的人员和设备 尤其是在SpaceX星舰 可回收航天器 已经进入发射试验的今天 人类完全有能力 在地球同步轨道上 花很短的时间 建立起比当年国际空间站 更大的航天港 得益于可回收火箭 和航天器技术 它的花费将会是 之前国际空间站的几分之一 而这种便宜廉价的太空卡车 也将会是人类构建 远程小行星防御体系的 最重要支撑 在建立起地外航天港之后 还是依托于重型猎鹰 这种大载荷可回收火箭 人类就可以摆脱 地心引力的束缚 建立起足够庞大的太空船物 而这些太空船物中 将酝酿人类新一代的 远程太空拦截器 它将使用核动力火箭 允许执行最远达到 木星轨道的远距离巡航任务 由于它生来 就是在太空建造的 所以设计师们 可以放心大胆地描绘它的设计图 而不用担心 它会因为受到火箭推力的影响 造完了 但是飞不上太空 所以它可以携带足够地 应对小行星的技术 对于较小的小行星 拦截器可以使用高能激光武器 通过烧失掉一小部分小行星的手法 让它飞离碰撞地球的轨道 而大一些的小行星 为了避免爆炸的碎片产生的太空垃圾 对拦截器本身造成伤害 所以一种智能火箭可以发挥作用 它们通过在小行星表面 着陆并固定 再二次点火 将小行星直接推离轨道 而这种任务仅需要持续数天 就可将恐龙灭绝等级的小行星 推离预定的碰撞轨道 并且更惊激的是 这些拦截火箭甚至还可以回收 那对于更大的小行星 人类的热核武器将派上用场 要么是使用核导弹 持续轰击小行星一侧 改变其轨道 又或者在拦截器强大的运载能力下 人类就可以和绝世天界一样 在小行星上钻孔放入核弹 将其炸得四分五裂之后 再对其挨个儿无害化处理 虽然以上的描述太过天马行空 但是对于人类的科技而言 却并不难实现 这些技术如果倾全人类之力 最多二十年 人类的小行星拦截器 便会执行自己的处女行 可能对于有些观众来说 这样的未来太过缥缈 人类无法团结 这样的目标自然也无法实现 但是火力军相信 在未来 小行星的碰撞风险不会降低 只会越来越高 在那个全球都会被波及的小行星面前 无论我们基于现实 做出怎样的努力 最后不管成功与否 人类的勇气 都将永远铭刻在星空之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